不久前政大國關中心辦了一個研討會 那麼張國成教授他也有參加 那他的看法是說 中國打台灣是下定決心的 不是打不打的問題 是時機的問題 中國武力犯台 不取決於台灣內部的政治變化 是不管你選誰 你選國民黨他也打 選民進黨也打 張國成說 那美台關係美中關係已經產生質變 中國實力已經今非昔比 所以我們現在美國發動的晶片戰爭 台灣一起圍堵白紙革命 都有增加戰爭的可能性 你是怎麼看的 這個海內外的朋友其實都很關心 包括我的朋友都說 台灣會不會被打 其實就中國跟台灣的相對關係來講 就像颱風一樣 台灣每年都有颱風 颱風不可怕 怕的是我們沒有準備 所以現在中國他的憲法裡面 就寫好了說要統一台灣 所以要不要打台灣 的確像剛才石板這樣講的 剛剛蘇佐王講的 其實是取決於說他的時機 他覺得時機來到 時機許可 他就可能打台灣 但是這個時機 也不是單方面他自己決定的 決定在什麼 第一個我們台灣自己有沒有準備 第二個台灣內部那種失敗主義 投降主義 會不會讓他覺得 來很容易 大家就很快歡迎他 那他當然就過來了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努力 我們的準備 OK 到不到位 第四個當然其他國家的態度 從這幾個角度看來 2023年應該還不是最危險的時候 為什麼 第一個我們都知道去年 美國國會 還有這個通過了一個法案 就是五年 要軍援台灣100億美元 這個100億美元 跟大家報告 這個是現在和平時期 他說就要軍援100億美元 如果真的開戰的話 像烏克蘭 他軍援已經好幾百億美元了 所以如果台灣真的被中國攻擊 這個軍援的幅度一定還會往上提升 所以第一個大家過年期間可以放心 美國絕對不是說沒有那個病逝感 很重視台灣遭到威脅 所以這就是一個美台雙方 共同強化台灣國防的最好機會 因為他不是說20億美元丟到你帳戶 要你幹嘛 你買什麼就買什麼 不是喔 你是要提出具體有效的合作項目 張老師我插個話 因為我講實在話 台灣其實在全世界也算富裕國家 是 我們國民所得到三萬多美金 我們的外匯存體五千五百多億美金 那我們也不是編不起預算 為什麼美國需要用100億美金 每年20億美金來幫助我們 他這個美國當然知道 其實台灣絕對不會說 一年拿不出20億美金 一年就要拿100億美金 也是沒問題 像我們最近編那個特別預算 加加都超過100億美金 美國編這個錢的意思 第一個是要告訴美國人民 美國對台灣的國防非常關心 到了這個要特別通過法案 所以你知道100億美金就3000億台幣 是 我們光稅收超增的就4500億美金 其實他不是說台灣沒錢要來補助 而是說利用這個機會 跟台灣強化合作 因為錢過來老實說不是直接丟過來 而是雙方要彼此合作 去談這個如何運用 這個其實對中國就是最有效的嚇阻 因為美台的合作 代表美國就是台灣的後方 如果這個合作很密切的話 那等於是中國打台灣 等於跟美國打 一種態度 那哪那麼容易 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現在習近平 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注意他過去清零清的風非常嚴格 我們節目也談過 結果現在突然180度發夾彎 這個造成人民無所事從 這個會不會影響他的威信 一定會影響他的威信 所以他為了要挽回他的威信 雖然人民敢怒不敢言 會不會對外採取比較冒險的作為 這一點其實我們還是要密切注意 那為什麼你說這個晶片 我們這樣這個晶片也會發生戰爭 因為美國現在封堵中國的高科技發展 已經態度非常明確 而且才用很多有效的政策 所以中國可能會擔心說 在被美國這樣封堵下去 越來越沒有機會打台灣 因為那個實力會越拉越大 科技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趁現在剛剛開始封堵 他跟美國的落後程度 還沒那麼大的時候 就有可能採取這個危險的作為 這個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國外專家一直強調 台海危機的這種程度 名列前茅 其實是出於這種假定 但是這個也不是不能改變 因為我們內部老實說 如果我們的準備很確實 我們的信心很堅定 中國方面還是要考慮用其他和平的手段 因為他可能會踢到鐵板 最怕的就是什麼 台灣一堆退降 還是這些政治人物沒有忠誠度 失敗主義投降主義 那這個當然給習近平一個錯誤的信心 那對他的這種冒險作為 就會有非常直接的促進作用 如果談判有效 如果對話有效的話 哲倫斯基就不會今天俄烏戰爭 所以不要互相 來 這個范老師要補充 歷史上 中國的 中共的談判 包含我們看到之前的西藏談判 跟達賴談判 後來也是完全撕毀 香港97年 那時候 鄧小平跟英國的首相 蔡希爾的那個中英聯合聲明 是放在聯合國去公證過的 中國現在說那是一張歷史文件 他不願意承認 所以你要跟他談什麼東西 我回來談 剛剛洪一哥說 美國的國防授權法說 五年給台灣一百億美金 大概台幣 三千億 三千多億 我們去年這個超真的稅 就四千五百億台幣 所以那個一百億對我們來講 我們出得起 出得起 說來杯水車薪 他還說要貸款給我們 我們台灣什麼時候需要貸款 所以我覺得那就是 美國要表達的一個什麼概念 就是從1949年以來 我對台灣的立場是沒有改變的 為什麼拜登講過四次 我要出兵保衛台灣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之前的總統沒有講 其實他只是隱晦 他不願意表達那麼清楚 只是當你中國 你習近平 你越來越那個時候 我拜登就更清楚 我從戰略模糊 不能戰略清晰 可是我要講說 從1949年兩岸分治 1950年的韓戰之後 美國基本上對於日本 對韓國對台灣 他的態度是一樣的 我有一個既定立場 例如說韓戰 金日成 打到三八線以南 後來美軍仁川登陸 又把他打回去 他並沒有要消滅北韓 他就是維持南北韓的現狀 你不要往南侵 我也不會去攻擊你 這叫現狀 美國一直強調 不要破壞現狀 美國在1953年跟韓國 簽訂的美韓防禦條約 美國現在在韓國 有多少駐軍 兩萬六千 他的指揮官是上將 這兩萬六千 我必須要講 是美軍裡面 因為是最危險的 因為北韓 他要打到首爾 他只要透過高射炮 就可以把首爾變成火海 因為很近 很近 可是為什麼你看 美軍到今天為止 他們說韓國 朝鮮半島太危險 金正恩是個瘋子 我把駐韓美軍撤離 如果按照美國的名義 應該說 我們的子弟兵 怎麼可以在韓國半島 可能隨時被金正恩攻擊 金正恩是個笑 可是為什麼沒有 同樣的 美國跟日本 1960年 趁著安保條約 一樣 美國現在駐日本 多少軍隊 三萬五千人 危不危險 也很危險 冷戰時期 接近蘇聯 後來蘇聯垮了 中國 但是美國 從來沒有說 我要撤出 撤出日本 即便我們看到 日本曾經 揪山游祭夫 在2009年當過首相 民主黨的 比較左派 他曾經說 要美軍撤出沖繩 後來也沒成功 為什麼 安全的議題太重要 因為日本跟韓國的安全 是攸關 美國的國家利益 台灣也是一樣 為什麼 他要四次講說 我要對台動武 因為你習近平 你畫破了紅線 我就要更清楚表達 所以我要講的是什麼 這這麼多年來 是有變 但是也有不變 不變的是什麼 美國 他說他會防衛台灣 會介入 而且他講是 出兵 要用軍隊 他不是說 我給你防衛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 很清楚 但我不曉得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從去年開始 這個模糊被打壞了 幾個因素 剛剛回音哥講到了 中國對台灣 ADI的騷擾 到去年 1727架 對 還有去年的 2月24日的烏克蘭戰役 我們過去二戰之後 歐洲沒有發生過戰爭 所有的戰爭 二戰之後 大概都是在 怎麼中南半島 非洲 歐洲這麼文明 這麼進步的地方 竟然普丁發動的戰爭 而普丁又跟習近平兩個人是橫屑一氣 才讓大家覺得說 今日烏克蘭是不是 明天是台灣 第二個去年的8月2號 裴洛西來台灣訪問 創下1979年 台美斷交之後 最高官員 中國發射了11枚東風導彈 還有一枚從台灣的上空飛過 這也是讓大家覺得緊張的地方 再來就是 去年11月7號 彭博社說 美國國安會考慮 要把台積電的工程師 撤到美國去 大家還記得嗎 是 然後12月7號的時候 台積電在美國 揚揚撒那的時候 設了設廠 這一連串讓大家覺得 台灣好像真的是兵凶戰危 就我覺得這些東西 當然跟2024年總統大選 有沒有關聯性 但也有關聯性 為什麼 2000年阿扁當選總統的時候 是台灣第一次站黨輪替 可是那時候是習近平 江澤民的晚期 胡錦濤2002年才接班 所以那個時候 中國有點親黃不接 等到2002年接班 胡錦濤剛剛穩 2004年阿扁又連任 所以這段時間 我覺得中國沒有能力 然後到了2012年 習近平上來之後 他當時權力也是不穩 所以2016年蔡英文當選 政黨輪替 他當時我覺得他還是 所以他為什麼2015年要來個馬席會 因為他知道他那時候沒有辦法 可是等到2017年十九大 習近平連任了 他權力穩了 他開始對台出手了 你看為什麼2019年 他提出了九月共識是一國兩制 是針對什麼2020年的蔡英文的連任 好那現在2022年十九大 這個二十大 習近平更穩了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說 他會抽出手來處理2024年的總統大選 所以為什麼會覺得這場選舉 我認為中美兩國在過去台灣的總統大選 都有出力 但是2024年會是中美兩邊交鋒最激烈的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他終於十九二十大 他連任了 所以當他權力穩定之後 他當然會把目的放在台灣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台灣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台灣越來越危險 但是我必須要講 基於我剛剛講過 美國他長期以來 台灣是攸關於美國的利益 所以這只會迫使 當習近平的動作越多 美國的動作也會越多 然後對台灣的支持的力度也會越大 美國國際冠軍 美國國際冠軍